歡迎來到馬辣新同學 宇欣 歡迎來到馬辣新同學 宇欣 來 馬辣新同學 好 漂亮喔 不漂亮 沒睡飽喔 精神比較不好 是喔 加油 要睡薄一點 宇欣就是這種氣質的熱線 歡迎宇欣再來到馬辣同學會 好不好 謝謝 最近兩兩三季可以說 先提鼓這個奶爸的旋風 爸爸去哪兒 爸爸… 我們去哪裡啊 你會唱喔 他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幾位帥氣有型的老爸 然後旁邊帶著他小蘿蔔頭 真的很可愛 可以說擄獲了億萬粉絲的喜愛 真的… 你喜歡看這個節目嗎 喜歡 當然喜歡 真的假的 你喜歡他恨不得去上 對 真的嗎 他們本來有發我 是嗎 他本來有發我 發你跟老保母嗎 不是跟老保母嗎 你不要學你 你不要學壞的 然後全程給他們一個塊木筒 那我跟妳講話題 爸爸去哪兒 爸爸去找保母了 對 我們主題不是這個好不好 小五哥 小五哥 我覺得爸爸去哪兒 就是那種父子 或是婦女之間那種感覺 好感覺 我們要結婚有點難 講得好像你是養子一樣 不只婦女那個感覺 我覺得好棒 我看了覺得 整個很開心的感覺 很幸福 在這邊我們要先恭喜一下 沈玉琳 沈大哥 恭喜… 恭喜… 對… 是… 像我都學習 你不是外面一堆嗎 可是我還沒結婚 沈玉琳即將要加入 新手老爸航臉 現在我們先看看我們圈內 相當帥氣的奶爸 他們的VCR 來 近年來 演藝圈掀起了一股生子潮 像是宋一鳴一家 在去年底 又多了一位新成員 喬妹 外型像大男孩般的亮者 也在去年喜獲第二個小女兒 劉更宏更是在三月初 與老婆一起迎接第三個小孩 更不用說 我們麻辣同學會的主持人 沈玉琳 就在今年的三月底喜獲靈兒 今天我們就邀請了幾位爸爸們 一起來聊聊《奶爸經》 剛才我注意到 我們幾位奶爸在看我們VCR的時候 每一個人在臉上都是充滿著父愛 除了NONO以外 不會 NO哥現在變得很棒 真的嗎 以前比較糟糕 也不是比較糟 因為NO哥忙 沒有時間 可是他現在這個小朋友 非常熟悉 以前也是這樣子 對 後來娶妻 然後生子以後 整個面相和哀可敬 就真的啦 會當爸爸 你自己會覺得內心 或是你一些行為舉止 其實都會改變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兄弟們 還要傳授給你一些奶爸 就是因為新手爸爸 你什麼都不懂 那當然就是從這個 之前的身邊的朋友 他們經驗的傳授 那個是非常受用的 所以為什麼說要臨床實驗 就你要有實際的那個經驗 對…然後他傳授 小朋友怎麼帶 然後你要怎樣 照著那個規矩 以前想說怎麼那麼多 哪有那麼多規矩 那麼多麻煩 後來真的你照做 就是真的成功率就很高 成功率 那潘老師有給你上過課對不對 有…老師有 夏克力也有 教他們怎麼給小朋友洗澡 對 洗澡 因為我女兒生下來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哭鬧是一定的 後來那個潘老師跟夏克力 就跟我說 你就把妹妹那個洗澡的時間 往後挪 到傍晚甚至七 八點的時候 你幫她洗完的時候 然後這時候休息一個小時 在餵奶 然後她就可以很好睡 睡到很晚 甚至可以睡到五 六點 因為小朋友 你嬰幼兒 差不多三個小時左右 但是有時候兩個多小時 她就醒來了 對 因為她就... 果然是還滿有效的 跟她小朋友的互動 互動相關 好可愛 長大 這腿 因為她剛在學走 對 這是這幾天的 這...上個禮拜還是什麼 對… 好可愛喔 一歲多是不是 對 一歲多 一歲多 對 這個她在學撒嬌 然後她就會趴在沙發上面 先對著沙發練習 撒嬌 對 她就對著練習 對 因為她站起來浮的高度 對 然後她也會在我太太的背上 然後她就趴著撒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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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是這樣 對啊 沒辦法 好可愛 就是你小女兒跟爸爸之間互動 是非常好 很Sweetie的 就是... 就是你要什麼都OK 都OK 對 這種感覺 這潘老師可以體會 潘老師不得了 潘老師把那個女兒當 連命都可以看 對 我跟你們講 我們每次都覺得那個 潘老師的太太 好像是帶著命的 你要這樣講 都是你在講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怎麼樣 就是生下來 就沒她的事了 這都是潘老師在拔屎 拔尿 太太現在在國內嗎 對 在菲律賓 對 趕進去 不是 因為老婆懷孕10個月 是 10個月是很辛苦的 那也答應她說 在小朋友生下來之後 我們能夠多一點時間 可是她在轉眼間裡 修了快兩年了 對 修了滿久的就是 其實我們有VCR為證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潘老師的VCR 跟老伯母泡澡 好Cute 從小做運動 跟叔叔也可以一起 叔叔一起 從小就教她做運動 教她做運動 公立做運動 老爸 小心 小小看起來 好棒喔 這樣有六塊肚子嗎 讓她怎麼樣 屁股嚇起來 對 屁股嚇起來 嚇起來 後背衝小 從小被你斷裂 對 很好 漂亮 好 屁股嚇高 對 就是這樣 讓她好棒給自己拍拍手 這是天堂路嗎 再一次 天堂路搶背 對啊 好 手手一起 然後 太累了吧 屁股嚇起來 好棒 屁股嚇高 屁股 厲害 謝謝啦啦 這是我的一切半 你這麼小就要訓練嗎 沒有 那個是跨海大橋 他是要當兵對不對 我還以為你都在愛你女兒 沒想到你回到家就要做運動 你要知道 小朋友的模仿能力是很強的 你會跟紅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旁邊做運動 他會看 跟著學 他就會跟著學 他以後長大就是KIMIKO了 對 不要可以不用當KIMIKO 不要 當KIMIKO好不好 不是 可以當別的嗎 我不想 我們就不會讓小朋友在做運動 不過這樣是好處 如果你在小孩子學這些東西 其實他將來到學校去 你會發現他對其他的運動 會比一般人容易得到成就感 對 這就是小時候如果 爸爸有常跟小孩運動的話 他到學校就會很有幫助 有三個小朋友 對 現在 剛三個 你要先恭喜你 有意思是剛出生 恭喜 你說你就是孩子們的大玩偶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本來不會想我怎麼當爸爸 因為以前 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都在當軍人 很少在家裡 回來你知道就是非常嚴重 就是打你 對 別人說打我 因為我平常就不乖 所以偶爾還是扁我 但是我爸留給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他跟我打籃球 那個互動 不是我爸跟我打籃球 然後可能教我投籃 然後一些互動 那個在打的過程中 永遠都是笑聲 所以我就覺得 我如果要跟孩子的互動 我想要在他們生命當中 留下很多跟他們一起玩的 那所以當我老婆也是因為剖腹 她一剖腹完之後 我們當時在加拿大 是沒有坐月子的 所以我妹妹要幫她坐月子 我還要 那誰餵奶 誰洗衣服 全部都是我 所以就這樣子 跟孩子的互動就變很多 所以我就習慣了 那以後只要她一剖 我就是負責這件事情 就開始做這些的工作這樣 所以跟孩子玩就很多了 那你都跟他們玩什麼 很...譬如說大家去運動 對 他兒子 對 他真的加拿大... 他兒子還會扶地領先 真的很累的啊 去啞鈴 然後啞酒鍊這樣子 你知道他看到我拿啞鈴 他就硬去拿 我們有一次拍戲 當時我拍電影 我們裡面有個假的那個 他就真的衝過去 最興奮就是看到啞鈴 然後就去整個拿起來 因為那是可能是假的 做得比較輕 他拿起來之後 整個人超開心 然後就爸爸... 他們拿起來那個啞鈴 所以他平常真的 跟他踢足球 打籃球 什麼運動都會 什麼運動都帶他去 而且我們在吃飯他兒子 要前面翻跟頭 對啊 真的啊 然後會跳舞 然後會跳舞 真的啊 真的好啊 這個都一反到爸爸了 對... 平常在家帶他互動 他就會跟著學這樣子 是 有跟跟紅請教他的VCR 跟他小朋友互動 我們來看一下劉跟紅的VCR 厲害 到學校 厲害 到學校 跟紅的身材真的很棒 所以要去拍副頭 教練 1 2 3 你跟他學我跑 這他1歲多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1歲多 對 可是1歲多算長得很大對不對 對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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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都高 還滿都高 父母都高 0 5 而且很搞笑 對 應該也會去 對 是你喜歡還是你兒子喜歡 這有時候有分 有時候是爸爸自己喜歡 強迫兒子一起去做 對 沒有 絕對不能強迫 因為你小孩子 其實他為什麼會想踢足球 因為他看到 我們住在學校旁邊 他看到其他小朋友踢足球 他就會想踢 後來不是有小朋友都專門上課 有老師教踢足球嗎 他媽媽就說 那個畫畫課老師說叫他練足球 我說我已經有教他 他說人家就免費可能 200塊一個課程讓你試一下 結果他就衝去去那邊 然後老師告訴他你要這樣 那其他小朋友都是這樣子 踢 然後我兒子一去過去的時候 他就看到 老師說那樣要把這個球踢 然後要繞那個錐 他要衝過去跑一跑 後來媽媽就看完之後就說 好 OK 那我們不用學了 其實都是潛移默化 小朋友的那些 就是成長教育當中 可能我們平常在家裡面 教他的東西 有時候比教的東西 比那個在那個街 譬如說你去的那些地方 學的東西還要多 那當然 所以家教其實是很重要 所以說父母親怎麼做 小孩子就會跟著怎麼做 但是說到遺傳這件事情 我相信庚宏的小朋友 運動神經絕對會很發達 一定 但是送一名的小朋友更厲害 應該從小就會演組裝劇這樣 不是 所以你聽說你生了一個 神童的女兒 沒有…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 其實我剛才回應幾位小孩 就是說 生兒子跟女兒真的是有差別 對 特別我早年 我生兒子 十年以前生小孩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工作很忙 我根本幾乎沒有陪伴 我不像庚宏 我那時候我覺得我只是 就是過去的關係就是賺錢給她 她就好好的長大就好 可是這一次我生的女兒 我就格外的珍惜 我的陪伴的時間非常多 跟潘若迪很像 所以她從我太太懷孕 到生孩子出來的時候 我都陪著她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關係 我常常跟她講話 她在兩個月的時候 她就開始會 有一點點跟我 有一點點 我就覺得說 還不錯 她怎麼會有這些聲音跟我回應 才兩個月而已 對 才兩個月 那我就開始就跟她對話 有一天我跟她對話 差不多到三個月的時候 我突然我就故意試探 我說愛愛 我就說爸爸愛你愛愛 她就說愛 我就嚇一跳 不行 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又再跟她對 她還是會回應我 那我就換一個方式 我說那你不要講愛 一講好 我說好 她就說好 她就會講 真的 就目前會講這兩個字 可是我又覺得 我覺得這種 憶民 這個是要注意 這可能是 她還記得前世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會講話 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的互動跟關係 比較密切 我從她生到現在 每一天我都抱她 我都陪她 那個抱媽媽嗎 就比較少 我講一下 我覺得因為媽媽比較重一點 你會關心 開玩笑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宋玉銘 她有個神頭女兒 看看她們親子之間的互動 愛爸爸 這個真是廣告嗎 真的耶 愛不愛 好啊 好 現在講別的 長好 很厲害 長好 好 好 我現在想睡覺 真的耶 你好晃的你 愛不愛爸爸 愛不愛 我故意把他還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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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用力 太愛你了... 太愛你了... 好厲害喔 因為他跟展示威在強迫他嘛 其實本來都會有這樣的 有這樣的症狀 對... 這個我是把它放在社群網站上 結果網友到最後都罵我說 你是不是有強迫症 對 你不要一直逼你女兒講話 他才三個月 你是有精神失常嗎 你說好 他講 好 然後你一直要逼他講好為止 可是從小小孩子 有訓練還是有啥 對啦 對話 對話 不是 關係互動嘛 你一直跟他對話嗎 熟悉 我常常跟他對話 幾乎也跟他對話 只要弄過小朋友 弄過那女兒的時候太可愛了 弄過那四個月就會唱歌了 真的很可愛 沒有 對 真的啊 好玩這個 然後弄過他在旁邊 對... 對... 然後他說 唱歌 喂 他情編沒有那麼恐怖 孫英明跟他女兒的互動 實在是讓我們大開眼睛 神童... 沒有啦 對女兒跟對兒子還是有差 真的 我發現你一直都講 你看女兒 你是跟你兒子現在互動關係不好 還怎麼樣 也不是 就是我覺得 他對他兒子可兇了 他兒子在那邊寫作業 他上面不是那個橡皮擦嗎 他要求他兒子趕快先要剝掉 要輕輕乾淨 然後才能夠繼續寫 你幹嘛把我再講出來 邪癖的事情 他有邪癖 真的嗎 對 他要... 因為我覺得男生跟女生 最大的差別 男生就是要好好的管教 女生是要好好的疼愛 對不對 因為兒子以後要養家 這個女兒以後 就要只要嫁一個好的先生就好 你為什麼管教宋達明 以前會 現在他給我兩拳 沒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每次我兒子對 你居然把他關給我管教宋 沒有 就這樣 喬妹 乖 好愛你 你有講過他十五六歲 就交男朋友這件事情 就不要跟我提這個事情 不要提這個事情 所以每一個都不要提這個 每個辦法都這樣 所以我的女兒現在這樣 也是人見人愛 可是問題 我就心裡講 還好我練壯一點 以後他的男朋友 都會先思想一下 然後讓他知道 不要隨便亂動我的女兒 我當時就是這樣 跟洪哥一樣 就是有這個想法 就是在小朋友要去上學的時候 之前把自己練得超壯 買一台重機 而且我會去學校一定要穿背心 然後看起來戴墨鏡很固 羞羞的感覺 然後女兒就長髮飄逸很正 這樣下車 然後爸爸就超壯的這樣 對 你們練壯牛 我帶你們兩個一起去就好 有保鑣的 有保鑣的 新手爸爸不知死活 說風良話遭保育 把照顧他們跟健身結合在一起 小孩的最好的健身體才 對 小隻兒現在可以練二頭肌 可以抱二頭肌 對 轉頭肌 然後大隻兒可以腹肌挺身 那老婆呢 坐在腿上咬不起床 其實你快要當新手爸爸 對 改天你就在這裡 你就看到陳德烈在 玉琳哥怎樣 你老婆是什麼器材 對 怎麼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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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你 就是像玉琳哥講的 真的不一樣 可以都什麼都為了他 我聽那個土宗康康哥講 他說你生了小孩以後 連小孩的大病 你都覺得是香的 對 當然啊 他是你的孩子 親他的腳趾頭 你要搞清楚 管什麼名牌 玉琳哥 什麼八仙掌講 但你對你二十就不會這樣 那個應該是說 我因為小時候幫大隻的 幾乎都是我在弄嘛 然後後來 有一次我就幫他換尿布 然後就是要 大便就是要洗屁股 對 整個把他抱起來 沒想到他那個尿布還黏在身上 然後抱起來之後 大便就掉下去 就慢慢弄錯 就看他滾下去這樣 我就這樣 然後還很驕傲地跟他說 怎麼樣 爸爸很棒吧 我就覺得其實那個時候 尤其是對女兒 我覺得連摸他的大便 都覺得是幸福 感受到那個溫度你知道嗎 就會覺得那不是 像我們承認的那一種大便 我們就覺得 不要講說自己的大便 都不敢握了 就是他的一部分這樣 你只是想說趕快讓他 弄乾淨 讓他舒適的環境 讓他趕快換新的尿布 尤其你一剛開始 最近你馬上就會學到 就是你奶瓶怎麼樣裝奶粉 進去之後 搖出來是不會有泡沫的 奶瓶不能這樣搖 你要這樣轉 你要傾斜的75度角 然後把 不是 我是不是 不是 你要搖 你要搖一起泡好不好 辣媽咪爐 所以你不能這樣搖 你這樣搖他喝到都是空氣 這個妹妹尤其他很多 對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看亮澤的 跟他小朋友的VCR好不好 對 好 作為競生器材 對 好幸福 好好玩 妹妹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旁邊要掌握的是老婆還是阿姨 難怪現在健身房 生意都還不好 沒有請包 我們有請包 免費的啞鈴 舉重金 他好愛你喔 小孩絕對是最好的健身器材 真的 因為他會很開心 對 真的很可愛 對 我現在沒有時間去健身房 所以我就是直接 把照顧他們跟健身結合在一起 對 健身器材 對 小隻的現在可以練二頭肌 可以抱二頭肌 然後大隻的可以伏地挺身 他老婆這樣 坐在腿上養貨器 其實是非常有效的 建議大家 他很喜歡 沈玉琳 其實你快要當新手爸爸 對 你應該收練起這種新年人 你就在這裡 你就看到陳德烈在 玉琳哥怎樣 你老婆是什麼器材 對 怎麼練啊… 怎麼練啊… 怎麼練 要不要說女人氣鼻涕 那一瘋 夏克力 女兒就是你的 迪士尼公主 我說她女兒是真的 她就喜歡賣那個 少女生都挨穿那個 公主系列 公主的衣服啊 所以都是去買那個 那個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啊 還有現在Elsa 非常紅 每個小孩子就有 有小孩子的派對去 會有二十幾個Elsa 在那邊 都穿Elsa的衣服 然後這幾天 我帶她去看那個 不是有那個新的那個 灰公主嗎 新的Cinderella 新的人的灰姑娘 對不對 看完的時候 她就坐在那邊 嚇到 因為其實在這個片裡面 之前的迪士尼的片 卡通的 父母都死掉 可是父母死掉 可能有一個 譬如說那個Frozen裡面 就是有個船在海裡面 然後就說父母就死掉了 就是個畫面而已 就沒有再踢到的 那一次就是很快 可是在那個賢人的那個 灰姑娘 他們就很清楚的說你看 他跟爸爸跳舞 然後他站在爸爸的腳上 然後爸爸說 你站在我的腳上 然後我女兒就看我 他就笑了 他說跟我們一樣 我說對... 可是下一場戲 他就朋友回家 爸爸去出差 然後朋友回家說 你爸爸過世了 不回來 然後我女兒就看了就 傻眼 傻眼 因為電影裡面他們有講說 爸爸有跟灰姑娘說 你媽媽不在 可是他一直跟你在一起 他住在你的心裡 對 然後晚上的時候要睡覺前 他說爸爸 我不要 我不要媽咪跟你住在我心裡 所以我就說 我可能帶他去看這個片子 受影響 他真的嚇到 不能讓小孩去看這種 大人版的 還好你沒帶他去看那個 暗黑版的 暗黑版的 晚上在那邊 小孩 你先... 小孩 小被人叫起來 因為盜老廢 要叫我 我的主... 我的主子是說 不要帶小孩去看 在賣手勢是不是 賣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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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不要嚇我一跳 不要讓小孩 太早接觸到大人的世界 不要讓他就看大人才在看 我覺得不要 小孩太早接觸到你 對 大家不要接近你比較那個 我們先看看夏克力 親子互動的VCR 好可愛喔 他女兒真的很可愛 然後Chris 真的就是他的好朋友一樣 你看Chris的指甲油 你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他的指甲油 他女兒幫他塗的耶 他每天出門都塗一次 我朋友跟我說 你為什麼不拿掉 我說我一拿掉 他就要回來再查 然後擦的時候就是不太捲 會一扁擦 然後一扁跟我 Daddy 你喜歡這個顏色嗎 就變成什麼地方都一樣 這種皮膚拿下來就很痛 但今天現場你也是為人父的 所以你也會帶來一些 什麼你們親子互動的 滑酒拳 因為他兒子比較大一點 那我自己Q我自己 來 請看謝祖武親子互動時間 談及胃乃心酸 潘老師情緒潰體 就當作就是 小朋友剛生出來的時候 你出來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他沒有奶喝 你要幫媽媽 把他母奶擠出來 可是他就是用一個 一個小小的針筒而已 對...你只有兩CC 你知道那跟著媽媽一起 在擠奶的過程 我才剛做完這些事 因為他兒子比較大一點 那我自己Q我自己 來 請看謝祖武親子互動時間 我好想你喔 你應該要早一點回來喔 應該喔 而且你拍戲要拍好一點 這樣子我們才能 有多一點的錢 愛的在 在籠上 小虎哥 你小孩好成熟喔 男性子互算是很務實 中獎七獎 就是要你多賺一點錢 我覺得小虎應該是 跟小孩子的時間相處 可能長期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他滿思念你的 我怕他第一句我好想你喔 真的是 那感覺很動人 感覺你們都照顧小孩 是很幸福的 那會很辛苦嗎 辛苦的 當然辛苦的 超多 特別是我孩子出生這四個 乾滿四個月嘛 那因為 你們兩個都講好不好 男生也講 女生也講 你老是講捏女兒 男生他沒有參與 女生他比較熟悉 有 有參與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幫忙嘛 我們又剛搬到這個 新店去 所以就很忙 那孩子 我們現在有個習慣就是 不管怎麼樣 我們早上都接他 送他上學 接他下學 那孩子 那個我一定在生孩子 這段期間 剛好呢 到那個淡水去做月子 所以變成說晚上 對 很遠 所以晚上呢 我一定要把孩子哄睡了 兒子哄睡了之後 我請我岳母住在我們隔壁 來幫忙 因為他只 他只認我 我在開車到淡水去 好累 對 然後陪他在月子中心 那因為我們親胃 大家知道 親胃就是你要自己胃 所以每兩三個小時 就要起來一次 對 那我孩子又是早產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就是我就在旁邊 他先把那個擠出來 然後我就負責洗奶瓶 所以晚上幾乎都沒有睡 然後一早我就要趕回這個新店 再送孩子上學 所以那一段時間 我幾乎是一天沒有睡幾個 一兩個小時 你現在講的那個感覺 都來了 那個過程太逼真了 不是 就很辛苦 對 你哄夜了 你哄夜了 因為我剛才聽他的音樂 就當初就是 小朋友剛生出來的時候 出來那種感覺不太一樣 哄夜了 然後他沒有奶喝 你要幫媽媽把他母奶擠出來 可是他就是用一個 一個小小的針筒而已 對… 你有經驗 你知道跟著媽媽一起 在擠奶那個過程 那個太痛了 我才剛做完這件事情 那如果媽媽這個不通的話 我們還要幫忙吸 對 要幫忙吸 所以我 我在這個透過這節目也要跟 對不對 所有的男士 就是說你們沒有參與過這個過程 搞不好覺得太太 我們男生賺錢很辛苦 其實太太更辛苦 對… 因為我是後來 因為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我每次都跟我老婆說 你就不帶個孩子 你拿我拍戲辛苦 幾天沒睡了 你敢這麼跟陳維琳講話 以前啦 後來我才知道 搞了半天 其實女人比男人 在某些情況還是很幸福 還有生完小孩之後 雞奶 不是會曬住嗎 對… 我剛才講 那很痛啊 塞住 然後要幫那個雞便 石頭奶 跟石頭一樣 幾乎每個都是硬的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護士 就是在幫他推的時候 就看我老婆在忍 然後可是已經在流眼淚 就知道超痛 對 那種痛是我們沒有辦法形容的 你要注意喔 說真的 他不能讓他變硬 他要一直讓他回事 不然你會乳腺炎 你更麻煩 那半夜的半夜是擠 一樣擠… 時間到就要擠 因為他會慢慢硬 你不擠 不把他排空的話 他反而會乳腺炎 我前兩天因為要去內地工作 可是我老婆就剛好 那段時間他已經 先擠了半個月的部分 就是按摩之後 講說就是沒有辦法 其他護士再怎麼按摩都沒用 你一定有爸爸要幫忙吸 因為小孩的吸引 像不夠 力量沒有那麼夠 他根本吸不了 所以我就不小心吸 大家好像覺得這個事情好像很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的工作 因為要把它吸到到變軟 變那個 然後才能夠離開這樣子 對 根本有一段刻骨筋的記憶 是… 那時候說小孩一度呼吸 對 之前正好我老婆生第二胎的時候 他坐月子 然後我兒子突然就是開始 有點發燒 然後發燒一下又好 一下又發燒 結果一天晚上 看醫生回來 他們說可能感冒 好像比較好一點 本來有點不舒服 又活蹦亂跳 然後洗澡 都是我幫小孩洗澡 結果其實他說爸爸 我想要水涼一點點 我覺得這水好涼 那夏天嘛 我就好 涼一點 我說可是你吃鹽才感冒 你不能太涼 他說還要再涼一點 再涼一點 然後我就給他弄涼點 那其實也沒有說到沒有熱水 就是一點點涼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把它洗到後面的時候 他突然說爸爸 我覺得好冷 我就說趕快來 把毛巾包起來 來不及了 他整個急速發高燒 我幫他換上衣服 然後拿那個 趕快塞他的屁股 都來不及了 因為我一測量之後 馬上衝到39度 趕快塞屁股 我看到他是整個人超燙 然後發燙 接下來三秒鐘後休克 我小孩沒有再生病這麼多 因為我很少 因為我都沒有幾乎 沒有帶他去看過什麼醫生 之前可能只有什麼沒過診 但也都還好 就沒有什麼大病過 突然這樣的時候 我整個嚇一跳 當時我老婆也不在家 然後只剩我 我爸媽當時都已經要準備睡覺 我們穿的都是睡衣要洗澡 結果看到他我整個嚇到 你知道你小孩在你面前 突然休克 休克 我是衝著抱出來 當時因為信仰的關係 我一直還說 救我 救我兒子 當時心裡面非常害怕 我人生沒有這麼恐懼過 你知道 劉更宏重心自白 摔到小孩眼中見血 只是小孩要讓他勇敢 勇敢 勇敢 不要怕 我就想他自己要推著這個滑板車 結果接下來又聽到 砰的音聲 怎麼了 就摔到地上 他過去抱的時候 他的眼淚流下來的是紅色 流血 撞到眼睛流血 撞到眼睛裡面的眼下 怎麼這麼不小心 我傻眼 我人生沒有這麼恐懼過 你知道 我們小時候被人家拿刀追 長大之後遇到各樣的事情 都沒有這樣的恐懼 我們要恐懼一天恐懼到 我整個人是整個在發抖 然後我叫我媽媽趕快出門 然後我們要帶小孩送他去醫院 可是你知道 我衝到電梯的時候 已經看他臉色發青 沒有 他已經等於沒有呼吸了 我當下我就不知道怎麼樣 我就突然一個感動 看到這樣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交集 你知道 我就直接對他嘴巴吹氣 我當時就是一個感動 覺得要做這件事情我就吹了 我就連續吹了 大概一口氣 兩口氣 我突然看到我孩子這樣 就是 不是 他沒醒 他整個臉色 就突然紅潤 然後我聽到他有點 有點呼吸了 本來你知道那個 心跳都等於說沒有在呼吸 你知道整個人是下 後來我就看到 叫我媽趕快出來 我要衝去最近的醫院 我不知道 這個要記得 你家最近的醫院是哪一個 然後半夜會有開的 然後就是我不知道哪一個醫院 就衝到那個 到處問你知道 先問檳榔攤問醫生 結果他們指 結果我兒子 因為不是被我吹口氣之後 後來在車上就吐出來 可是他一下是噎到 噎到 他可能是因為直接 後來我知道是 因為發燒過度 他整個氣管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就沒有呼吸 吹開來之後 就一個反胃整個就把東西吐出來 吐出來之後他反而醒了 打開窗戶問路的時候 人家剛剛就 他前面直走什麼右轉 他說謝謝 他還跟人家說謝謝 不過看到我就心裡好一些 就趕快衝到醫院 後來發現原來 他那是腸病 每一天你都要注意他 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不同的變化 包括對 包括譬如他上廁所 連大便什麼顏色 你都要知道 小朋友剛開始生出來 大便是什麼顏色 大便的顏色 你要說刺齊賽... 一直想墨綠色的那個樣 那是正常的 所以沒有關係 所以不要被嚇到 不要被嚇到 沒有 就是那個顏色是正常的 所以這六個月當中 你一定要觀察到 每一天所有的事情 所以這個要花太多的心思了 其實都是備戰的狀態而已 憲哥應該是最近感觸最多的 因為小朋友 剛剛在這裡過分 對啊 就因為新手爸爸 會遇到很多狀況 那媽媽剛剛大家都說媽媽很偉大 媽媽真的很偉大 而且真的是小孩子的萬鈴丹 就只要你看我老婆在帶 就覺得雖然她也是新手媽媽 可是他們就女... 我覺得媽媽就是一種 母愛的天性 就他們帶都很順手 然後有一次 我記得我老婆要去錄影 可是她要去弄頭髮 可是她要出門 可是家裡就只剩我跟我女兒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女兒 好像六個多月而已 很小 對 然後她很小 然後我老婆說你OK嗎 OK嗎 可以嗎 我說可以 OK的 對啊 看你這樣 反正就是照你的SOP就對了 流程來說 好不好 第一個 哭了 是不是沒喝奶 也餵飽了 那就OK 再哭 就是尿布 對不對 再哭 就是因為小朋友奶嘴嘛 給他安撫一下 再哭就抱起來走一走 再哭的話 就看看外面轉移他的注意力 應該OK了 這樣子應該稱我老婆 弄個頭髮洗完 沒問題 沒問題 一兩個小時 我說沒問題 你去… 想說難得對不對 自己獨當一面 然後再讓我老婆去放風一下 我老婆一出去 坐電競下去 不到五分鐘 我女兒就開始 狂哭 就突然看了我 然後就開始 我說哭 不會 剛喝完而已 三個小時還沒到 還沒到時間 對… 尿布色 換 一摸 乾的 乾的 然後開始 看風景 好…沒問題 爸爸安撫 不喜歡作者對不對 他可能不喜歡爸爸走 站起來 抱 還是在哭 越哭越大聲 不可能 奶嘴 不要 奶嘴 剝掉 走來… 走到那邊哭好大聲 走過來又哭很大聲 完蛋了 而且那個哭已經是那種瘋狂的哭 就小朋友有一種哭是那種 然後突然 這樣子 對 差不多3 4秒 真的 你不要笑 是真的 他突然3 4秒就看起來 對 然後就突然又大聲 想說完蛋了 怎麼辦 就打電話 我老婆說她剛好 對 剛洗完在吹 我說妳趕快回來 妹妹哭不停 怎麼辦 她說妳...對 我說妳剛剛那個 我完全照妳的 怎麼辦 就是她哭不停 然後妳等一下 我馬上要回來 我一直抱一抱 想說還在哭 不行...再哭下去我怕 然後她會休課 因為妳是臉都站好了 對 我突然想到 我們隊友有一個鄰居 她的小孩是一兩歲而已 對 想說 對...他們對 平常有在來往的鄰居嗎 有... 有來往那還好 左臨右舍 那時候對...好鄰居 想說要去按店裡 我就把門打開 一過去要按店裡的時候 我們家電梯一開 媽媽跟... 我岳母剛好到 因為岳母本來要 就是要來幫我們 對 我岳母剛好到 她從南部上來 舊心來了 對 岳母然後就趕快 怎麼會這樣 妹妹不要哭 就拍...她就停了 就停了 你搞半天一直哭 重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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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以前也是會抱 也是會 這叫做一個什麼症狀 她不認她 對 這就是一個症狀 這叫做分離焦慮症 她跟你不認得 如果你每天抱她 你如果說好 你說更紅或者是潘老師 那女兒絕對是認到底 你每天要去哄她 你每天要哄她 下次還有一招 就是呢 換另外一個東西 讓她有個注意力 你一定要讓她轉移 因為小孩子這樣 她進入一個情緒 她已經不是理由 有種人剛開始是想吃奶嘴 可是你一直沒給到對的 後來你再給她 她不要了 因為你一直沒給我 我已經不散 但她... 因為她情緒不能扣持 她就會專注在那地方 所以你要換另外一個專注 讓她突然 比如說一個什麼東西 想了一下 她就會突然注意力 現在這很OK 我一個人可以待一整天 真的嗎 因為互動了 因為對 互動了 互動什麼都OK了 其實前期剛開始 剛開始媽媽會比較多 沒有了解 要吃番茄對不對 就笑了 有時候你沒辦法 我跟妳說 是因為我女兒發瘋 我做什麼... 我最後那時候 我帶她去外面 她還是哭 我說什麼事 然後旁邊有一個 馬腳踏子的店 那個小姐就出來看了 她說好可愛... 她就給她 我給她抱 一直哭 她說給我抱一下 她一抱她就停了 因為她是女生 我覺得她就聞到那個 女生的味道 她就停了 小朋友有一個症狀 就是我剛才講 有時候她們就是要女生的味道 我去加拿大 也是自己一個人帶她去 我老婆在台灣 有時候 在那邊坐飛機很久 好遠慘 只是她有時候在加拿大 就是我 一個男生跟她 有時候會哭不哭 我就找哪裡有女生 給她抱一下 她就會停 真的假的 沒有 家裡沒有女生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跟她 她就會停 所以你是打電話叫來 要鄰居來幫忙抱一下 她帶飛機車了 我真的會啊 有一個辦法 有一個辦法 下次你太太出門之前 你把她衣服拿過來 她穿過有氣味 有可能 不要哭... 然後她也在哭的時候 不要哭 慢慢來了 然後就哭 我重心是加克力心有一次被空姐罵 因為我們加拿大跟台灣是 如果是快樂客是12個小時的不同 所以然後坐飛機的時候 小孩子你要顧好 小孩子好小 然後先讓她睡 她睡了之後 你就有時間可以自己休息一下 可是男生帶女生也很麻煩 你要去上廁所或是什麼東西 就帶小孩子去上飛機 然後上廁所 那廁所好小 不方便 然後就算了 她終於睡了 我就可以睡一下下 然後我到加拿大去的時候 就來了 視差 對 她就決定說 她要早上四點起來玩 她那時候比較三睡 三睡 十三睡一半 我要去公園 我要去玩 外面還暗了 就是怎麼辦啊 我也 我有視差 可是我的視差跟她的不一樣 我想睡 她說 我要玩... 我好想睡 然後就變成三 四點 要起來跟她玩 去公園 就要忙她的視差 真的很糟糕 十點去公園 那個時候有東西玩嗎 凌晨三吃 公園 真的 超佩服Chris 因為他小時候 他就是一直 他會自己帶Papi 但是他很勇敢的是 他帶Papi 直接自己兩個人這樣子 出谷做飛機 對 回加拿大 但是其實黃小千崩潰你知道 他有崩潰跟我講 他說就是Papi跟她回去 Papi在台灣就是很漂亮的小公主 然後跟她回北客 就變成一個男生了 她就把她丟到湖裡 然後Papi就跟男生一樣 那樣整個 對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 那邊夏天的時候其實比較熱 對 然後我覺得我也不會弄她的頭髮 所以她頭髮就是 一輩子都是人氣八糟的 然後我就說 妳這樣 妳很熱 就是穿一個尿布就好了 對 穿一個尿布就好了 就沒有穿上衣 沒有穿上衣 然後外面很自然 那個潮也很乾淨 媽媽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小朋友通常會覺得比較貼心 各位都是奶爸 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有沒有不小心小小的 拉草或者是失手 失手 沒有 因為 我可能距離上衣 大概有十年的時間 我根本都已經忘了 還怎麼戴 對 很生疏 也是重新學習 所以在照顧這個孩子 小嬰兒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會疏忽 其實她在兩個月以前 兩三個月以前 她脖子很軟 我們都要用這個地方 給她護著 對啊 有一次在洗澡的時候 我就忘記 我就直接這樣拿起來 結果小孩子脖子就這樣 脖子嚇一跳 你知道嗎 這怎麼樣 這就歪過去 這不行 她脖子很軟 她脖子很軟 一定要護住 到五個多月 你到時候你就知道 玉琳 你到時候你要 脖子一定要護好 其他地方不是重要 第一個就是脖子 對 讓我自己有很特別的景點 洗澡的時候真的是滿危險的 洗澡很危險 對 洗澡 那個時候也是 也是幫小朋友洗澡 然後以前都抽卡抽手 也不知道細節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很小心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後來好不容易有一點上手了 就覺得還不錯 她也被我洗得很舒服這樣 後來有一次我幫她洗的時候 我就洗...突然覺得 怎麼熱熱的 要靠在這裡嘛 很熱熱 她尿尿了 對 她尿尿了 然後我沒注意 忘記她是我小孩 我就... 沒有 好丟的 沒有 好丟的 你丟去哪裡 好丟的 一個水盆啦 不是丟到地上 就是 小孩在水裡 然後就把她挖起來 整個已經這樣 已經不在裡面了 我跟你講 這樣 還好她沒有真的嗆到 因為時間大概一下下 大概0.5秒 對我來說她已經很久了 她那個是直覺反應 我跟你講 洗小朋友一個一點就是 手的方式是非常重要 你要扣著她的兩邊的 嘎吱窩的地方 扣著她 然後手頭是在那邊頂著她的腦袋 所以她頭 永遠都不會在水的下面 而且是在水的上面 水溫要很重要 水溫是40度 這很難 40度 你手跟軸去摸是感覺不出來 40度要用這邊的方式去靠水 用這邊去感受那個水的溫度 所以你在跟她洗的這些頭子 你的手絕對不能放下來 當第一次洗的是非常 你也有給她十足的那種性感 很舒服的安全感 安全感 對 她就會永遠記得 喜歡洗澡 所以我女兒現在洗澡就好開心 可是我太太一給她洗 就會大吹 因為我太太就是水 就直接這樣澆了那種 她跟我丟水 對 她們兩個人會一起洗 兩個人會一起洗 妳太太在洗車的方式是不是 對 可是兩個人一起洗 她就會怕 可是我洗她就很乖 就是這樣 所以你給小朋友 第一次洗澡的時候 你一定要特別的 很寶貴的經驗 大家是不是學習 剛好最近還有帶小朋友 玩滑板車嗎 我之前玩滑板車曾經出過 以前我是敢買單輪的 可是我小孩當時才一兩歲 她要玩單輪 對她來說有點危險 太早了 太早了 所以後來我最近才買了一個 三輪的 她就比較能玩 那一次是怎麼樣呢 真是把我嚇得到一下 我叫她去玩 因為她在家裡有稍微推一下 我看一下好像還不錯 OK 我就說不然今天 我們就帶到戶外到學校 剛才你們看到學校去玩 她在學校這樣推的時候 就好像不是 就有點害怕 可是你知道我當時覺得說 只是小孩要讓她勇敢一點點 勇敢 不要怕嘛 我就想她自己要推著這個滑板車 結果接下來又聽到 啪的音聲 怎麼了 就摔到地上了 結果衝去 聽完她就在哭了 然後我想應該還好 我當過去抱的時候 她的眼淚流下來的是紅色 流血啦 撞到眼睛流血喔 撞到眼睛裡面的眼角 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我傻眼了 帶給媽媽一定被媽媽死 還好真的就回去拿藏起來喔 沒有 趕快回去 趕快去看醫生嘛 流血了 對 趕快去看 後來還好沒有事 就只是說沒有撞到眼座上 我比較關心你回家有沒有事 對 你回家有沒有事 就是我覺得 不是 你知道那個愧疚感 那種壓力跟愧疚 那個非常大 最沒有愧疚感的好像是NO哥 NO哥照顧小朋友有沒有很好啊 你不是要小孩摔過床的長案嗎 不是 真的 摔下床 小朋友床上掉下來 這多少一定會 一 兩次一定會有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老婆在樓下 好像在看電視幹嘛 然後我就看她睡了 我想說 那我就下樓也看電視這樣 然後就下去的時候 我想說平常也都是這樣 結果突然就聽到她大哭 想說可能醒來了 醒來了 看她旁邊沒有人 在大哭 我就趕快衝上去 然後那個房間的門 燈一打開的時候 就發現床上怎麼沒有人 就已經在地上了 她不是快捨出去 不是... 因為她剛好找不到藥 不是 她就是掉下來 可是你腦海裡面 所有的畫面都出來 她怎麼掉下來的 是頭著地嗎 然後過去馬上把她抱起來的時候 就開始看檢查 看頭有沒有撞到還好 然後四肢就開始檢查 對 有沒有哪邊摔上 還好 只是她一直哭 想說還好... 然後就看她嘴巴張開的時候 就看到紅紅的開始在流血 然後想說 是不是嘴角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翻下面 翻上面這樣子 然後發現是上嘴唇有一點點 因為她那時候 因為她五個月就開始長牙齒 那麼快長牙齒 對...我女兒很快就長牙齒 然後她現在牙齒很多 然後因為有些是剛冒出來牙 可能比較建議 那可能她掉下來的時候 可能對 可是我一直在想 她是怎麼下來的 因為床 因為一定是這樣爬 正面著地 那一定會頭什麼 還是她下來的時候她的手 又有快跌倒 有撐到這樣子 你沒有問她嗎 沒有 可能要再過幾個月 又不夠回答我 你應該不是 要表達 小孩摔架 她沒跟你說 愛 好 喂 她不是 她說愛福好 愛好好 怎麼亂不說 所以應該要建議現在 所有的那些新手爸爸也好 或小朋友正準備要生人 因為現在的科技太進步 你的視線永遠都不要 離開小朋友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東西就是 當小朋友在睡著 他旁邊 變成像監視器 有聲音就會響 盯著他可以 你可以自己隨時走到哪邊都可以看 到底要讓他跟爸媽睡 還是給他放在一個比較高的 其實可以跟爸媽睡的習慣性 是因為他 就是我說過 有一種東西叫做分離焦慮症 就是因為他跟父母親分開之後 會有這種感覺 你要讓他很獨立的 在自己一個地方睡 你一定要讓他養成那個習慣 不然以後 你要在分開你們睡的時候 他會有更麻煩的情況 對 很辛苦 眼睛要盯著 我們這題做的真的是很 嬰兒與母親 與那個親子天下的結合 但是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名 謝謝 我們五位嘉賓 再加上我們兩個 可以說給你這個新手爸爸的 一點點經驗之談 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度恭喜你 而且我們要看看你的VCR 好不好 要看看整個過程好不好 來 好的 現在所在第一次台灣醫院 小寶貝叫做Christine Christine現在要幹嘛呢 要準備 喝奶了 這幾天大概每個 兩個小時就要喝一次 晚上也不例外 晚上也不例外 那個抱Baby呢 有一個技巧 要護住他的頸部 好 兩點 頸部跟臀部 好這個要先拿起來 好要小心喔 因為寶寶的頭部比較脆弱 好這樣 乖 乖乖乖乖乖乖乖 就不會哭了 好 現在交給媽媽 好 好媽媽不願意曝光 因為媽媽現在素顏中 OK 這個 養育小孩 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好 看到小孩一天一天長大呢 當爸爸的也非常開心 在這裡住 Christine 健康 平安 喜樂 加油 好 好